欢迎收看每周360 让我们一起回顾上周车谈的追胜修飞 第一则新闻 Toyota Alphard和Wheelfire工厂实车照 这几张应该是由内部工作人员从工厂偷拍到的照片 除了Alphard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Wheelfire的身影 而且这两款车的后右下方有看到这个HEV的名牌 因此可以确认新一代的车型会有着混合动力的引擎 并且Wheelfire还有这个代表电动四轮驱动的E4的徽章 也就是代表说这款车会有混合动力四驱的系统 从外观上来看可以看到它们是采用了不一样的设计风格 首先我们看这个Alphard 它的水箱护罩的设计变得更加大 而且保险感的设计线条更为流线 同时它的大灯和LED的日行灯也采用了一个比较锐利的设计 另外A2上有一个更大面积的三角窗 驾驶是也会更好 然后车尾可以看到大面积的尾灯 然后还有这个Alphard的字样放在logo的下面 那么来到Wheelfire的部分 这款车的前脸有着大量的镀铬饰调 尾灯的设计也是属于比较细长型的 可以明显看得出两者的区别 根据之前的消息 这款车大概会在5月或者6月份发布 但是日本那边透露了 原厂已经把发布的时间推迟到7月份 具体的时间我们还未确定 但是无论如何都是在近期的啦 那么大家会期待它的发布吗 第二则新闻 Toyota 500D SUV预计明年登场 不知道在我们的观众当中 有没有谁是很喜欢去户外露营 甚至是会开着自己的车 去一些山林小路去越野 接下来我给你们介绍的这款车 Toyota 500D 应该是会让你感兴趣 Toyota 500D这款车的最大的特别之数 就是采用了这个非乘载式的平台 在过去仅有价位比较高和越野能力比较强的车款 才会使用这个非乘载式的平台 比如说Fortuner Land Cruiser 或者是Prado等等之类的车款 因此这款大为500D的这款车 一些外国媒体也称这次是一台用Fortuner平台 打造出来的一款Baby Fortuner 预计在2024年里面会发布 这辆车的车身尺码 不出预料应该会大于Cora Cross 但是会小于Fortuner 当然价格部分 也是市场上最容易负担的Leather Frame的SUV 目前乡情并不多 但是主打亚洲太平洋市场 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 我已经被这辆车的外形中了草 有谁跟我一样的朋友们 我们一起留言讨论 第三者新闻 BMW 750E X-Drive正式在大马发布 全新的这一代7 Series在我国一共只有750E X-Drive 这一个车型 但是提供两种不一样的body kit 一个就是Pure Excellent 还有一个是M Sport Pure Excellent是Limited Edition 只有48辆 先到先得哦 而且这款车是CKD的 售价是从649800块起 如果使用原厂的这个融资配套 每个月只需要7480块 就可以把这辆车带回家 而且原厂还提供了5年无限里程的原厂保固 道路聚员服务和交通意外热线等等 首先啊 这个车的前脸维持了一贯BMW的招牌 双盛型的水箱护照 这个尺寸相当的巨大 而且里面还发光 还有这个水晶头灯竹 同时还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 以及电动开关侧门 M Sport的车型 除了常规的运动化套件以外 还可以搭配这个20寸的多幅式的轮圈 内饰也是有这个原厂最新世代的双连屏设计 12.3寸的全液晶仪表 还有14.9寸的中控触控屏主机 作为一款老板座架 它的最主要的配备还是集中在后排 后排最显眼的 就是这个横置在上方的 这个31.3寸的8K显示屏 这个是M Sport的车型才有 还有像其他像是Bowen Wilkins的高级音响 全景天窗 按摩座椅 电动开启和关闭的车门等等 都可以在这款车上面看到 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是由3.0L直列六缸 双涡轮增压引擎 搭配8速的Steptronic自排变速箱 组成的XDrive全轮驱动系统 搭配上这个2.1kW电池组的电动马达 最大马力表现为489HP 峰值扭力表现700Nm 0-100加速只需要4.8秒 动力很好 内饰很好 各位老板觉得这个车好不好 第四则新闻 Proton今年的首季销量大涨 截止至2023年3月31号的Proton 的业绩达到了马币41.03亿 相较去年同期上涨了33.7% 他们这期间一共大约卖出了4万辆新车 比起去年的26000辆有着明显的上涨 而X50等车款的畅销 使得他们的业绩有着出色的表现 这让他们的业绩取得了马币1.07亿的净利润 相比去年净亏2500万 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表现 不知道我们的观众 谁是有份贡献这一个业绩的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一则新闻 Proton Myvi D01D 详情 我们获得了Proton Myvi D01D大改款的消息 目前这款车已经在开发当中 而且会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推出市场 这款车将会采用全新的DNGMV的平台打造 预计将会是首款采用混合动力的Myvi 之前Proton的高层曾经表示 未来Proton所有的车款都会混合动力化 加上它的技术伙伴 Torota或者是Dihazoo已经在印尼市场 发布了全新的1.5L混合动力引擎 因此相信这个全新一代Myvi 一样会采用这个引擎 除此之外 甚至也会继续延续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的选项 目前也是有消息指出 这个Dihazoo正在努力的开发全新一代1.0L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可以达到120PS 所以还是很有可能会推出这个涡轮增压的版本 根据一些消息指出 Torota并不会推出新一代的Yarish Hatchback 所以新一代的Myvi 更有可能是Torota正在以DNGM的平台开发的新一代Passo 所以新一代的Myvi应该又会是Passo的双胞胎兄弟了啦 如果这个Highway King加上这个涡轮增压引擎的加持的话 我相信以后在Fastlane我们应该只有让路的份了 不知道大家对这款Sync啊Myvi又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一起讨论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我是CK 我们下星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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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